一架飞机突然降落美军的边境基地 里面的驾驶员看起来非常怪异 所有军队出动严正以待 没想到的是 这架飞机突然就开始变形 普通的机枪根本对它造不成任何伤害 基地一下就糟了痒 它就是来地球寻找火种的霸天虎成员之一 眩晕 军队在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它的目标是军方的数据系统 很快数据被切 基地也惨造团灭 仅有几名精英逃得出去 事发突然 不凡不认为拥有如此力量的国家只有两个 于是迅速纠结了大批专家想要揪出幕后黑手 好进行反击 弄不好就一爆发世界大战 此时一名网络专家有了发现 他捕捉到了和那天窃取数据的机器人 发出的一样的信号 而信号的来源竟是总统所在的空军一号里 长官立即下定切断网络 与此同时 一只迷你机器人在空军一号的数据库里疯狂操作 他是霸天虎里的间谍 迷乱 很快的就在资料里找到一份绝密的冰冷计划 1897年 因为大爷在冰川探险的时候不胜跌入地底 在里面他看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冰冻机器人 他无意先激活了机器人的定位系统 机器人的双眼突然张犯警官 大爷被雷射光吓到在地 丝毫不知一个坐标印在了他的眼睛上 这个坐标就是霸天虎苦寻已久的火种坐标 就在迷乱下载的关键部分的时候 网络中断 他知晓自己已经暴龙 空军一号紧急降落 大批军队围了上来 但迷乱凭借娇小的身材已经逃脱 他跳进了一辆警车 很明显 这辆警车也是一名霸天虎 根据刚才获取到的信息 他通过网络找到了那副一模一样的眼镜 此刻正被一个叫沙姆的男孩 放在闲语上拍卖 这个沙姆就是老头探险家的后代 为了凑钱买车几乎是要变卖家产 老爹也比较鸡贼 不但要求沙姆成绩优异 还有他自己承担大部分的买车钱 最后也只是带他来买一辆破二手车 尽管很失望 但卖场里的一辆老式科脉络引起了他的注意 尤其是这方向盘上的图标 与众不同啊 就你了吧 有了车 那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当然就是泡喵了 但自己心仪的大美丽 已经被富二代同学先一步勾搭 这沙姆也是个神播 看到秦迪一身肌肉 大气一口都不敢出 好在富二代胸大无脑 直接表明了要和梅根打扑克的想法 这让梅根感到受到了侮辱 沙姆感觉机会来了 于是把刚刚那爬树的兄弟踢下了车 然后死皮赖脸的那女生上了车 但聊天的过程糟糕透顶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好在这小环车有自己的想法 把他们载到荒郊野外之后 就直接抛了毛 梅根在父亲那里学了一身修车的本领 这下刚好派山用茶 刚打开车盖就亮瞎了他的眼 这已经 你家该不会是开豆腐店的吧 沙姆哪里知道这些东西 眼睛一秒都没在车上 面对如此有误 就差没有喷血而完了 就这样 在小环车的撮合下 两人也算是认识了 但就在当晚 小环车突然启动离家出走了 沙姆以为来了小偷 拖起电自行车就起飞了 一路追到一处飞气场 眼前的一幕更是让他目瞪口呆 自己的车居然活了 似乎在发生某种信号 这是个什么鬼哦 吓得他当场就留下了一眼 第二天一早 小环车自己又开了回来 难道这是要杀人灭口 吓得他再次拖起小粉车 赶紧逃命 小环车一路紧追不舍 一直追到一处废铁上 前方出现了一辆警车 我以为碰到了救星 没想到却是恶闷的开始 眼前的警车缓缓伸出尖刺 下一刻 警车突然开始变形 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 面目猙獰的机器了 他就是八天五成员里的路障 这可把伤害吓坏了 骑身拔腿就要跑路 可路障紧跟起后 巧的是 由于美女生骑着电动车 从这路过 正是他暗恋的女生梅庚 眼看俩人就要成为苦命鸳鸯 一旦哭炫的小黄车 从身后飘来 管不上那么多 珊姆立刻就带着梅庚上了小黄车 路障见状也变成汽车坠去 双方追逐一路 直到夜晚 小黄车干脆放下来了 一通便身后正面一张 路障冲过来扑倒了大方法 又示范出迷乱去对付珊姆 大对大 小对小 迷乱追着珊姆 把她的裤子都给扒了下来 双方一站拆几乎住 直到梅庚不知道哪一根电锯 把迷乱披成了好几段 这边打完 大黄风也解决了战斗 正插腰得瑟 大黄风说 想要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得跟他去见老大 没人发现 那迷乱的头部 尾装成了梅庚的手机 混进了包里 跟随他们一同上路 路上梅庚疑惑到 这么酷炫的机器人 咋就变成这么一个小破车 这大黄风哪里能冷 把两人甩下车后掉头就走 没想到的是 他回头扫描了一辆新款坑脉络后 再次闪亮登场 随后就把他们带到了一处空框之地 这次空中划过了几颗火球 直直落在地面 他们和大黄风一样 都是来自赛博塔型的汽车人 出来炸掉地球 就各自扫描了自己喜欢的车型 随后全部聚集在了珊姆身旁 其中这辆体型庞大的卡车 这是汽车人的老大 金天柱 他告诉珊姆 他正嘱咐留下来的那副眼镜上 刻有火种的位置坐标 火种是赛博塔型的正性之宝 他的能量可直接赋予几些生命 这也是霸天虎追杀他的人 如果火种被霸天虎得到 地球将不得安宁 珊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单即带着秦天柱回家寻找眼镜 可在我家里突然出现一群不速之客 他们自称是国家部门 以西区 在检测到珊姆身上爆表的辐射后 把他全家都强行带走 瘸了腿的狗都不肯放过 汽车人又怎会袖手盘挂 秦天柱直接翻开了车领 然后一群的大家伙围了上来 调皮的大黄蜂更是在 头领西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 用玻璃水撕了他一声 叫你刚才那么威风 山姆有了靠山更是有恃无恐 不但绞了西门的证件 他让他把衣服脱了绑在了栏杆上 但不远处来了大批的支援军队 秦天柱下令即刻撤队 自己则拖着男女主俩人躲在了桥底 可俩人一个手划没有抓住 从空中掉了下去 可在大黄蜂及时出现就像蓝蜂 电影因此暴露在视野当中 既然直升机赶来团团包围 并用钩子将其牢牢束缚 陆地部队又用叶弹不停地朝他身上喷射 真是风水轮流转 山姆实在于心不忍 于是站起来疯狂不咎 然后他又倒下了 秦天柱看着眼前的萤幕却不动于衷 因为他不想伤害人类 只能牺牲一下大黄蜂了 他捡起掉在地上的眼睛 很快就破译了留在上面的火种坐标 而坐标显示的正是那神秘的第七区 此时山姆和梅根已经被带到了这神秘之地 这第七区是政府秘密组织的特殊部门 而80年前在冰川之里发现的巨型机器人 也被转移到这里秘密研究 现如今的微镜片 镭射 寒天技术 汽车技术等等 都是从这机器人正在逆向推销出来的高级技术 只是一看 这机器人正是霸天虎的首领威正天 之所以把这里当作第七区 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无法转移的巨型魔方 而这个魔方 正是赛博塔性能苦寻已久的火种 为了掩盖火种发出的强烈辐射 总统不惜大价钱在这里建造了无佛大坝 用了足足四个足球场后的水 将这里隔绝 接着他们还展现了火种的特殊能力 将一部诺基亚手机放入玻璃墙 盖上盖子 戴好护目镜 接着一股能量从魔方传递而来 手机居然变身了 小家伙脾气火爆 掏出小啾啾开始一顿扫射 一颗颗小蛋蛋也是可爱无比 眼看布林就要破碎 士兵按下开关 小可爱瞬间就四脚朝天 这就是火种的能力 与此同时 偷溜进来的迷乱 向霸天虎发送了讯号 化身战机的红蜘蛛 化身警车的路障 化身坦克的吵闹 化身推土机的推土机 化身直升机的眩晕 众多潜浮在地球的霸天虎 全员出动 龙蜘蛛率先到达 直接对地球区发起了攻击 而迷乱则趁乱在操控室里 切断了冷冻系统的电源 不用多久 8.5的首领 魏正天就会解封 眼看情势无法流转 珊姆提议释放大黄蜂 因为他将会为地球而战 此时大黄蜂已经被当作了 火体研究对象 无尽的电流在他身上流转 没了发声系的他 甚至无法发出哀号 珊姆当机赫身精致 受到剑下的大黄蜂 还没缓缓生来 立刻进入了战斗模式 珊姆出来劝说 这才让他放下了戒心 他们将大黄蜂带到火种处 大黄蜂只是轻轻一碰 眼前这伤一般大小的魔犯 就开始寸寸说说 没一会功夫就变成了拳头大脚 当务之急 是要将火种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免得被霸天虎得到 刚刚离开基地 被正天就彻底解封 曾经在赛博塔星 叱咤风云的大佬重现世界 转眼间他就画作一台战机 朝大黄蜂方方向追去 与此同时 秦天柱一行车也正好赶到 和大黄蜂成功会时 但大天虎的成员也陆续追来 秦天柱决定留下断头 虾兵蟹将自然不是秦天柱的对手 他手弹战略 很快就解决了退土机 空军基地里 大批猛禽战斗机触发支援 山姆等人也是军队的护送下赶到了城市 看到空中一架猛禽划过 他们赶忙示范绿色演武吸引支援 打算交接魔法 这时爵士反应过来 这特妙的是红蜘蛛啊 但已经晚 一颗导弹飞来 大黄蜂直接被炸飞了天 再看他双腿引断 还未结束 不远处一旦坦克开来 是炒闹 铁皮变成空中后方 对地一炮利用冲击地躲过一发炮弹 别的机船人也没闲着 爵士跳到炒闹身上 迷惑的走位乱骑无计可视 铁皮在一盘发出两枚导弹 救护车也赶开支援 一盘的军队也疯狂射击 围攻之下 炒闹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这时 爵士上前引战 但根本不是对手 很快就被爵士带到了高空 徒手私承了两半 情况危急 大黄蜂把火种交给了山木 军方让他往高处跑 用信号弹通知空源带走火种 汽车人抵抗霸天舞 为山木打掩护 让他只顾往前冲 战况交错 但汽车人这边明显处于劣势 就连瘸了腿的大黄蜂都被迫惨战 每个有卡车拖着他边移动边翻炮 终于 秦天柱来了 在一顿霸戏的变身之后 摆出了一个霸戏的pose迎战危险天 那和汽车人每一个会飞的 危险天上来就抓住秦天柱朝大楼转去 在穿过一转到大楼后 又把他丢在地面 然后双手变形成超级大炮 一套小连招下来 秦天柱直接被打爬难以动他 珊姆趁这个空带已经来到了高楼楼顶 眼看就要完成交接 人出红蜘蛛一炮打来 直升机单场去世 后方卫生片也追了上来 珊姆退无可退 被卫生片一巴掌给拍了下去 而在秦天柱及时赶了过来 接触珊姆一路巴子强往下掉 这边吵闹在大黄蜂和军队的围攻之下 终于领了机友 猛禽支援部队也从空中赶了 士兵头领建设以摩托车为辅助 一路滑到旋云胯下 在和猛禽战绩的配合之下上下加击 险云也终于倒地 但两位首领的战况不容乐观 秦天柱根本不是威正天的对手 而在猛禽战绩及时之远 四面八单的热龙导弹疯狂轰炸 就是威正天也招架不住 倒地的威正天发现了一旁的珊姆 飞升就要抢夺火种 秦天柱身腿将其半倒 接着让珊姆把火种放在他的胸口 这样他就能吸收火种的能量 代价是他自己也会因能量过展随之灭亡 珊姆灵机一动 直接冲上前把火种对准威正天的胸口 庞大的能量让他的身体无法承载 最终倒地 战斗终于告一段落 火种被消耗的只剩一脚 红蜘蛛下落不明 威正天也要被尸城大海 又因火种被威 重见赛部弹星无望 汽车人只能留在地球 默默守护人类